安西教练走向技术台请求暂停 木木想着这已经是湘北最后一次暂停了 场上工程组织进攻 下半场过去八分钟了 我们还没有得分 一定要先拿下这一球 看着场上的形势 才子无奈地说着 深精一直保持着距离 工程想要摆脱或者快速突破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外线投篮 然而三井已经被重点照顾 根本无法传球 看来深精已经看穿了工程的弱点 看着三井体能下降 工程也明白上半场杀亡的盯防 已经产生了作用 一只仓和队友在替补席上击掌庆祝 正当工程无可奈何之时 刘川峰突然跑位过来 大喊给我 工程顺势传球 拜托了 刘川峰 想办法投篮吧 然而面对泽北的严防 完全没有丝毫机会 这个家伙终于要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吗 恍惚之间 泽北拍飞篮球 鹰鹉急了 笨蛋 别被他抢走篮球 还好有惊无险刘川再次拿到篮球 看台上的神奈川老乡们都在感叹 原来山王的王牌不止会进攻 防守也有很强的压迫感 工程大声提醒 快突破 甩开他 刘川多次尝试突破 然而泽北的防守毫无破绽 山王很不停大喊着防守 为泽北加油鼓劲 唐本教练看着泽北 这家伙终于也全神贯重了 刘川长时间持球无法突破 身经也冲过来包夹 工程赶忙提醒 快回船 工程拿球 只能再次选择赤木展开进攻 赤木接球 河田马上贴身防守 来吧赤木 多少次我都奉陪 赤木内心想着绝对不能输给他 然而此时潜意识里 早已被河田打垮 裁判哨声响起 带球走步 山王粉大声喝着倒彩 鱼柱也很无奈 我从来没见过赤木像现在这样狼狈 鹰木军团太过专注 竟然没发现 猴老大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旁边 笨蛋 你不会面对山王紧张的 都迷失了自己吧 木木赶忙提醒队友快犯规 我们需要暂停 湘北请求暂停 安息教练安抚队员们 不要有过多的思想负担 恢复到原来的跑动速度 这些话虽然听进了耳朵 但却无法走入大脑 现在大家的脑海中 已经被一个阴影所覆盖 我们真的要输了吗 老爹突然发话 木木你代替鹰木上场 鹰木顿时瞪大双眼 暂停时间到 双方登场 鹰木内心无法平静 居然把我这个天才换下来 难道我真的不行了 还是因为眼镜胸快已退了 所以才给他最后一次上场机会 一旁安息教练 招呼鹰木过来好好看比赛 此时的鹰木哪还有心情 难道你想让我好好看清楚 这惨败的鹰木 为了今后学耻吗 安息教练再次招呼鹰木 坐过来看比赛 内心无法平静的鹰木 依然站着不动 这一次安息教练发飙了 霸气策露 当年风采再现 你到底听见没有 过来坐下 所有人都吓呆了 鹰木乖乖坐好 看着大家的表现 安息教练发出说道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 相信我们还会赢吗 鹰木若若的说 老爹 你不是已经放弃了吗 安息教练服了服眼镜 放弃 如果绝望了那么比赛 就到此结束了 说着一把搂住鹰木 好好看比赛 换你下来 就是为了这个 安息教练将会怎样破局 关注我下集更加精彩